我們小腿的皮筋 是不是這個骨頭 骨頭是縫 對不對 從這邊有沒有 骨頭的縫 知道吧 接 接上來 接到這裡 接到這邊 這是皮筋 所以我們剛剛做小腿的皮筋 看到沒有 好 接著 大腿到小腿的一條線 大腿到小腿的一條線 這個是皮筋 好 大腿的肝筋 就是在這裡 就是接著剛剛這裡 對 好來 然後呢 小腿的肝筋 是在這個骨縫 不是在骨面 這個骨面 骨頭 這一個 到這邊的話往下走 然後呢 皮筋 本來是在肝筋的下面對不對 好 因為 這一個是骨縫邊邊的 旁邊對不對 凹下去的 這一個是小腿的皮筋 因為是從這裡嘛 你看 是不是這樣子下來 對 對不對 好 那肝筋 來 肝筋是從這邊 所以是不是更上面一點 所以它當然是 在骨頭上面了 所以是肝皮 對不對 這個也是肝皮 對不對 你看 肝皮 到了這個地方 好乾筋 往外走 對 皮筋 往外走 往上面走 這樣知道吧 好 那聖筋呢 因為我們大腿的聖筋 我們通常我們都做不到 所以需要別人 可是聖筋也很重要 聖筋的話從這裡 用拳 對 拖過來 到這裡 所以你們到這個地方走 跟聖筋 大概是 生氣有沒有 因為太弱了 因為你們常常一直走路 好 然後 所以九戰會傷腎 真的齁 我還以為說老師 因為都沒有時間上廁所 憋尿 所以聖不好 是 這個也有原因 也有原因齁 九戰真的齁 傷腎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它是種的 老師 你有聽說 嗯